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每日读经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第34周的星期五 还是看路加福音 我们知道第34周 已经快结束了 也就是说我们 这几天 可以说这一周来我们所听到的福音 耶稣都是一直在 提醒我们 世界有一天要结束 世界末日会来 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很愿意我们去 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今天耶稣还是一样 在福音里面 跟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 他说当你看到五花果树 各种树末 你们就看见他快发芽了 知道夏天要到了 当开始发芽的时候 春天发芽 夏天来了 所以同样的 他说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 也该知道天主的国临近了 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昨天我们在福音里面 我们就提到过了 耶稣跟门徒们讲 将来日月星辰要有异照 什么地上要 什么海洋波桃的怒吼 等等之类这些 会有这些异象 会有这些乱象 什么地震 火山爆发之类这些 意思就是说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之前会有这些景象 可是要紧的是 我想耶稣跟门徒们讲这些 不是要恐吓他们 也不是吓他们 主要是要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 我们现实生命当中 所接触到的这一切都会结束 金钱 权势 地位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 那么有一些东西不会过去的 那就是我们的一种 在生活当中的爱啊 平安啊 等等这一些 那现实生活当中这一切都是好的 请注意我没有说不好 这些东西 金钱啊 地位啦 财富啦 这都是好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目的 它不是目的 它是方法 帮助我活得更好的方法 那如果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帮助我跟天主能够更好 更接近天主的方法 天主是目的 这些都是方法 这些东西 说实在的 生不来带不走 我们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名人 西方的一个亚历山大大帝 大帝 他是一个一个三十多岁 他就当了这个将军 然后整个欧洲占领了 以后就打到东方来 到印度 三十三岁的时候 他打到印度 到了印度以后呢 他得了一个绝症 那时候 访便的医生 都没救了 所以在他快死的时候 他叫了他的大臣们来 然后跟他们说 我走了以后 你们要 给我做一件事 那就是 把我的手跟我的脚 放在棺材外面 大臣们觉得很奇怪 干嘛这样子做呢 他说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打骗了整个江山 天下几乎都是我的 我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我走的时候 一分一好都带不走 这就是很让我们 深省的一件故事 这个是事实 也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目的 它不是我们的目的 它是方法 可以用 没错 那么圣医娜觉得 在他的一个领袖当中 给了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准则 他说万物都是一些帮助 帮助多少就用多少 帮助多就多用 不帮助就不用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也很重要的 要紧的是 我用这个东西的目的在哪里 目的是帮助我走向天主 帮助我往天主那里去 所以天主才是目的 所以今天耶稣给门徒们讲的这个比喻 就是说 OK 世界有一天要结束 那么你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快来了 快来的时候你们不要恐慌 还是继续努力往前走 那么要准备好 那么要紧的是 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跟天主来往的心 你的精神好 你的内心 我们讲的更直接点 你的内心有爱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怕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天主会接你到他那里去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方法 都不是目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 好好地用这些万物 让我们能够更接近天主 往天主那里去 祝福你 祝福你